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 审视内地科兴生物提交的新冠疫苗临床数据 专家大致认为科兴疫苗安全和有效 会索取进一步的数据 两个星期之后再开会审批 科兴上个星期五公布了旗下疫苗 克尔来福第三期临床研究数据 之后也向卫生署提供了相关资料 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开会审视相关数据 召集人刘泽星在会后说 委员会大致认为科兴疫苗安全性可接受和高 效用上应该可以减低感染机会 委员会说根据科兴疫苗第一二期研究数据 如果接种人士打两针 第二针在第28日接种 保护率高于在第14日接种第二剂 其中有数据说相隔21日打两针 保护率达62% 较相隔14日接种的55.5%高 委员会希望科兴再提供更多相关资料 疫苗注射应该是第14日和第28日 那个分别的效果是怎么样 另外一样的指标就是究竟 人士接受了之后 会不会产生一些抗体的制造出来 这个我们希望和科兴 会再拿一些数据 至于我要拿那个抗体的数据 不是等于不是等于我们不相信它 只不过就是刚刚说的 如果我们要审核一个报告 我们希望有一个十足的证据 对于审批紧急使用 是否无需等待科兴箱第三期数据 刊登在医学期刊 委员会强调会完全科学化的研究药厂提供的数据 我们十二位的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在这方面的有这个专场 也都很多在世界的很著名的医学文章 那里是会发表的 而我们也都很多都会真是会做这些不同的 其他人去投稿去審批究竟是否应该是可以刊登的话 我们也有我们的同事都是做这些我们叫reviewer 究竟是否应该真的一定要等到世卫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基本是真的科学性去看 那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除了中国内地上个礼拜是批了这个疫苗 可以在内地用之外 也都有其他四个国家 巴西、印尼、土耳其和智利也是批了 如果我们看完这数据 我们觉得是OK的 我们是会做了一个决定之后 那个责任我们当然要负 科英早前公布的第三期数据 在巴西的研究疫苗保护效率是50.65% 而在土耳其的第三期研究 保护效率就达91.25% 无线铁丝记者陈榮司报导